基隆最近的打卡热点是位在基隆塔四楼的远见人文空间 有着基隆意向的空间规划 还可以远眺基隆各角度 近日吸引了不少外线式游客前来 我觉得这里还蛮棒的啊 就是可以看书 然后又可以眺望基隆的景色 而且空间设计感觉很用心 所以我其实还蛮喜欢这个地方的 很受游客喜爱的人文空间 最近又进入充满在地文学气息的装置艺术 文化局邀请在地艺术家李其红 以山海视角来阅读这座城市 各位可以看到我背后的这个作品呢 有一面呢是海 一面是山 正好这两片呢 它其实是代表了我们基隆的在地的一些景帽 那比较特别的是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左手边的这一个的山的部分 它其实里头的图腾有七种的在地的基隆特有种的植物 例如这一个呢是基隆的叫做银子草 那银子草的特色呢 就是你看它好像一只一只的蝴蝶在飞舞的 然后这边呢 右下角这边还有一个也很有趣的 很特别的叫基隆筷子戒 它的果实呢会长长的一根一根像筷子 从艺术装置中认识基隆的生态 还由以海为主轴的文学 展翅飞向天空 那这些小小的书本里头呢 其实是我们截录至基隆的历届的海洋文学奖的作品 所以呢在这上头呢 你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文学家 透过他们的视角观看的基隆 带领观者以文学之眼与黑渊视野 看基隆 文化局又将基隆推向国际舞台 这里有一个国际化的氛围之外 我想它很重要的是 它也传递了在地的资讯 我们在这边也有贩售 基隆室文化局自己出版的刊物 书或者是甚至实境游戏 利用这个平台传递基隆文化 规划上架有关基隆的书籍 销量超乎预期 实际去统计他们购买的书 发现确实他们也购买非常多 跟基隆有关系的书 所以我们认为这个空间是 未来可以作为我们推展 向世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据点 放眼全世界 用文学的角度来阅读基隆这一座城市 欢迎有空的朋友来走走阅读 感受一夜山 飞舞之书的独特魅力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基隆报导